今天外面其實算是陰天沒有很亮 可是我的臉是蠻亮的 Hi 我是Opera 今天呢就是非常日常的一個影片 因為最近呢大家都在問我說我的皮膚狀況什麼之類的 我最近是真的覺得自己的皮膚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境界 就是以我這種混合拼硬油毛孔神仙 然後又很容易出一些生理痘什麼狀況來說 目前的光滑程度我是非常的滿意 那有一些東西呢是我之後會在單獨做一個影片分享 然後我今天就大概帶你們走過一些小步驟這樣 首先第一個東西呢就是我已經愛用多年的 保拉甄選2%水洋酸 就是我終於又可以用回它 然後這個應該下禮拜就會有一個單獨的影片是合作影片 真的是我史上第一次就是自己長期使用 然後又接到合作 我就真的是超級無敵的開心 無敵投地的那種開心 就真的是有一種 欸是不是我的影片好像慢慢的有被人家看到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好首先我就是會先搭配那個藍韻化妝棉 欸我是不是很快就開始了 對我就很快就開始了 這個藍韻化妝棉是我最喜歡的可思式化妝棉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用來濕膚很方便 然後它用來擦式化妝水啊什麼的也都超級無敵的方便這樣 然後它有粉紅色跟藍色的包裝這個我之前有介紹過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查一下 我是在PC Home直接買一大箱 所以我們家現在大概還有個15盒左右 就是永遠不用怕它會缺貨這樣 水洋酸精華液呢基本上就是對於毛孔出大的人 有粉刺的人 皮膚摸起來有一點不平滑的人呢非常非常的適合 白色比較適合混合偏油到油性肌 然後藍色的話呢好像就是比較適合中性到混合肌這樣 所以你們自己可以在上網查一下功課 因為我當初自己買這一罐的時候我是被表姐燒到 然後我也是自己上網做了很多功課後來才買 這個是我的第五罐 然後他們廠商有再寄給我的罐是第六罐這樣 非常的感恩 然後呢 今天因為我就想要讓我的皮膚真的是徹底的休息一下 所以我今天呢想要再敷個洞膜 那次我不是有跟你們看就是我最近在用北尾23.5度 這個竹子的洞膜嘛 它這個是保濕款 然後我平常在用的是這個 Rise Suicent Active Plus Gel Mask的米粹洞膜 這個米粹洞膜呢比較就是舒緩啊 然後鎮定效果 然後過敏 甚至是你雷射之後都可以用 它真的用完之後就會立刻讓你的泛紅什麼 就真的是比較鎮定下來 就很像是你在聽白噪音比較好睡覺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對皮膚來說的一個白噪音 然後這個呢 竹子我目前用了兩次啦 它真的就是保濕還蠻有感的 尤其是你用了保拉甄選這種有酸類成分的東西 你事後的保濕都要非常的做足 就是要認真做足這樣 然後有人問我說這個是去哪裡買的 Hello 孩子們我都有寫有話 這個就是03E的那個膚膜刷 就大家可以自己上網Google一下 我自己就是嘗試Google了一下 我真的是才打進去一秒鐘 立刻大概有三千萬筆資料吧 然後這種你如果不想要買03E的 我記得那種保雅什麼的那種 很平價的那種 開架也一定會有這種刷子是可以買的 不一定是要買這個牌子啊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但當然我覺得還是 如果你平常沒有很常在敷動模的話 其實用手敷一敷也是ok啦 我是真的還蠻常敷動模 加上他們十週年 就是這個是北尾送我的禮物這樣 還蠻感激的 但如果你是本身很愛敷動模的 或是你平常有在幫人家做臉啊 或什麼 那你應該早就有這個工具了吧 然後呢 我很喜歡在妝前敷動模 所以大部分你們看我的 Get Ready With Me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事前都會先敷個動模 就會覺得這可以讓我的皮膚更舒緩 然後夏天比較涼爽啊 然後像我之前去高雄 很濕熱的時候 我也會敷米脆動模 然後去大阪非常乾冷的時候 我也會用那個米脆動模 就是它是一個鎮定的好幫手 那這一款呢就是保濕好幫手 所以我在最近呢 用了酸類成分之後 需要加強保濕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 但是我相信它 對於你沒有在用酸類的人用也ok 因為它不會是那種敷完之後 讓你很油膩的感覺 是超級無敵清爽的 然後我覺得它用這個刷子有個好處是啊 不會浪費多餘的料提耶 因為它真的就是薄薄的一層 幫你均勻的分佈在你的臉上 有沒有 就你不會有一塊一塊K在臉上 因為如果你是用手的話 你一定會一塊一塊的K 就是哪邊比較厚 哪邊比較薄這樣 但是用這個就真的比較不會 連這個鼻翼的小角角它都緊得去 所以我自己是還滿滿意這個刷子 如果大家想要的話呢 可以自己上網查一下好不好 好ok 然後現在用完這個刷子呢 我等一下就要拿去洗 然後大概敷個10分鐘左右 就我不會讓它在我臉上全乾啦 我是敷這種動膜的人呢 我會大概敷個10分鐘到15分鐘 從看那天的情況而定 就今天的天氣就是滿悶熱 但是又外面下雨 但anyway這不管這個事情 然後我敷了大概10分鐘左右呢 我就會把它去洗掉 然後再接下來我後續的保養 所以我現在就是 先去洗這個刷子喔 然後我等一下真的非常想跟你們分享那個 就是IKEA的那個奶泡器 昨天用它打那個奶泡 然後放在我的那個無糖紅茶上面 我根本就是奶蓋 奶蓋紅茶的一個達人吧 超級無敵厲害 那個奶泡器呢 雖然是要放兩顆電池 比較有點麻煩一點 但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才39塊 還43塊之類的 非常便宜 現在呢 我滑手機差不多已經滑個7、8分鐘左右 就是我開始有慢慢的覺得 欸有一些東西好像有一點點 開始凝固了的感覺 也不是到凝固 就是不會到鼓溜滑下來的感覺 不覺得我現在皮膚看起來很好嗎 很像是有一層細膠在我臉上什麼之類 你以為我現在要去把它洗掉了 好了我回來了 有沒有覺得每次敷完之後 臉都會變超級無敵的亮 就是很亮白耶 然後就是你的皮膚真的不會是崩的 用米萃一樣 然後用這一罐呢 更是不會崩 因為這一罐就是保濕系列 可是真的 欸我這皮膚亮到一個不行耶 我自己都有點傻眼 可以保拉甄選之後 就是毛孔有很明顯的緊緻 然後你也比較不會長痘痘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在用這一罐呢我真的是 我目前的竹子我還不確定 但是米萃我已經用了第六罐 所以我完全可以用生命跟你們推薦 如果你的皮膚是不穩定 比較容易有泛紅 然後或者是你最近雷射之後 不知道可以用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真的 喔我真的只是夏天想讓皮膚比較舒緩一點的話呢 強烈推薦你們 北緯23.5度 米萃動摩好不好 OK然後再來呢就要進行我接下來的步驟 其實我跟你們說我現在人生呢的那個保養步驟 真的比以前多很多很多很多 我小時候真的是以面膜在保養 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都會敷個TT面膜 我就想說OK人生圓滿 不用再不用再上任何東西 啊奇怪喔在這 然後我最近呢 這個動模之後呢我還會做一些保濕 跟就是控制痘痘的部分 因為畢竟我還是比較會長痘痘之類的 所以呢我現在呢要用這一罐 積雪草修復緊緻精脆 這個是加丹尼爾 你看已經被我用到這樣 我大概用了 一個多月吧 左右 我覺得它的用量算是蠻大 但對我混合偏油的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保濕度真的是恰到好處耶 剛剛好 而且擦起來非常的舒服 它就是有一種加丹尼爾的草本味道 它就是很好推開也很好吸收 然後我的話呢 平常如果我不用貝殼肌按摩的話 我就只會擠個2滴 那如果我有用貝殼肌按摩的話 我就會擠個3滴 讓我的臉感覺就是 比較滑潤的狀態下 去按摩我的臉 我最近還是愛用這個貝殼肌按摩 然後我也有跟你們說 我那天還用這個幫我解 就是稍微按肩頸 還有我姐夫他們就是稍微刮一下肩頸 進他們你們知道 只要是部落客啊 你長期的那個手 尤其是我媽 我姐又是媽媽 然後果果是爸爸嘛這樣 你長期的手跟肩膀跟背 都會是一個超級無敵疲累的狀態 所以我就有用我的身體精油幫他們按 身體精油的部分呢 我就沒有辦法推薦你們 因為身體精油我完全就是 我好朋友從巴黎島帶回來送我 然後我就用它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搭配身體的很舒服 然後現在呢我按臉的話呢 就一樣是由下往上 就是不要讓地吸引力把你的臉帶下去 那就是這個道理 然後我都喜歡開有溫熱模式 會稍微用一點點力喔 就是之前有人問我說 我用那個貝殼肌的時候有沒有在用力 我會稍微側邊的時候 會帶一點點力氣把它拉提 但如果是按摩臉的話呢就還好 就不會刻意的去用力 然後脖子的部分呢也會帶到 然後臉呢就是趁保養品還沒幹的時候 都可以稍微去拉遮 我自己是覺得貝殼肌 真的是我很喜歡的東西 拿來按摩 然後拿來幫助保養品的吸收 拿來刮沙 都是我現在人生不可或缺的一個東西 加丹尼爾基雪草這一款呢 就是我自己還蠻推薦的 現在我跟我男友都在用 因為我男友就是很懶得保養 但是我每次摸他都會覺得他臉比較乾的時候 我就會叫他用這個 因為像我以前去日本 如果出去旅行的話 我就會逼他跟我一起敷面膜 或一起敷洞膜 但日常生活他就會覺得有點懶惰 這樣我就會至少幾個3D給他塗在臉上 讓他的臉不要有那種乾啊 或脫皮的現象 這一款呢就是草本味非常的舒服 然後以混合偏油來說 它的精脆的那個質地呢 又不會到過於的濃稠 整個擦在臉上呢 是會有一種亮澤感 而且它的保濕度是非常的剛好 在這個夏天來說 在妝前也不會起屑 推推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七葉樹 七葉樹基金已經沒了啦 欸沒了是不是 我倒不出來是不是 我昨天晚上還有一滴滴 喔還有一點點 七葉樹呢我也有叫我姐買 然後我姐那天就跟我說 為什麼她覺得她用了以後太黏 然後我就看我姐怎麼用 我姐整個擠大概3D吧 然後整臉這樣用 七葉樹呢它其實好像就是 這到底是七葉樹還是七葉草 OK七葉樹對 它其實就是上在你覺得 OK有一點點粉絲 或是有一點痘痘的地方 你想要讓那個部分比較舒緩 你再塗就好 不需要整臉上 這個部分我有問過他們的小編 它其實用量呢 對我來說 我前陣子生理期的時候 用量會比較大 但是最近就還好 我就上一些 像我最近下巴這邊有長一顆痘痘 我就會擦在它的附近 讓它比較舒緩一點 就這樣 不需要整臉擦 然後接下來呢 我會擦的一個東西呢 是這個 我最近在試用的 Simplism的 Winding Essence 他們的淡斑精華 然後這個淡斑精華呢 其實它就是美白淡斑嘛 然後它的那個質感 是非常的骨溜狀的水狀 我呢就是會整臉的上 我不會管說 哪一個區域要特別上什麼之類 因為我覺得它美白淡斑效果 就是可以整臉上 也有提亮的效果 然後之後啊 我想要做一個影片 是實測看看 每天如果用一個化妝棉敷在這邊的話 我的斑 就是 兩個禮拜下來 會不會變淡 之後 再拍給你們看 那這個是他們最近寄給我試用的 然後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然後之前用的 這個 Anti Acne Essence 這個淨斗精華已經整個被我用光了 這個我覺得塗在痘痘上 是很有感的 有藥效的感覺 它真的會讓你的痘痘 還蠻快的就是 比較瞬間的 就離開你的臉部這樣 所以那個我還蠻喜歡 那罐被我用掉 然後淡斑精華的部分啊 它塗上去之後啊 相對於這個精粹來說 它就會比較黏稠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是混合偏油的人的話呢 建議你的量不要一次上太多 你可能可以上個大概一碰就好了 一碰 要怎麼講 一滴 就一滴就好了 不要上太多 因為它在你的臉上會有稍稍的黏膩感 但也不會到太浮誇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新葉球順效修復精華霜 這個我也有推薦給我姐 這個我真的是覺得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偶爾會長生理痘 或是偶爾就是熬夜不小心就冒出一個痘痘來的話 你不是那種什麼青春期的痘痘肌需要去看醫生 你只是單純自己需要有一個SOP流程的話呢 新葉球真的是你保養瓶裡面必備的一個東西 因為擦上它之後 真的讓你的痘痘平得很快 像我現在這邊不是有一顆嗎 我就會這樣子厚擦在它上面 但這個是不用化妝的前提下才能這樣厚擦 如果你要化妝的前提下呢 我就不會這樣厚擦 所以大部分我會晚上睡前把它拿來厚擦這樣 像我這兩顆痘痘啊 它們真的是突然的冒出來喔 可是它們是就是完全沒有開口的那種 閉鎖型的那種 是要閉鎖型嗎 反正完全沒有開口那種你也無蟲擠 它也無蟲跑出來這樣 所以我就是用新葉球 然後它真的已經急進要平掉了 然後最近呢 我還會擦一點點在我的毛孔上 這個是一個讀者跟我分享的 就是新葉球它會擦一滴滴在它毛孔粗大的地方 它覺得對於緊緻毛孔來說還蠻有效的 那因為新葉球它真的是一種霜狀 所以我不會拿來塗整臉 因為我是混合偏油嘛 我覺得這個拿來塗整臉對我來說會太多 我皮膚負擔會太大這樣 所以呢我就是會照它說的方法 擠了一小點 然後在我的那個毛孔的部分化圓的方式讓它們被吸收 看它可不可以真的緊緻我的毛孔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用了保拉甄選之後 我的毛孔真的已經 你們激進已經是毛孔神仙已經漸漸的離我去旁邊了 所以那個保拉甄選其實就是我之前說的 只要我試用別的產品我覺得不OK 然後我要慢慢把自己皮膚養回來的SOP裡面一定會有一個是保拉甄選2%水養酸 還有一個就是米粹動物 好 好那這樣整個臉就保養完了 我現在呢還不太會擦什麼眼霜啊或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就是個人意見啦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有一點太重 然後其實我自己的保養算是蠻簡單的 我最近會多的這一些純粹就是因為我前一陣子覺得有一兩顆痘都很惱人 而且他們剛好又邀請我試用 我就想試試看這樣 然後七葉樹跟新葉球呢 我純粹是被加丹尼爾的instagram的小編燒到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想要用用看 然後用了以後我真的愛不釋手 然後這一罐已經被我用掉了 然後現在這一罐還有很多 因為這個本來用量就很少 所以這一罐我會再回購 然後積雪草目前呢我用起來也是非常的開心 就是跟保拉甄選搭配在一起 一個去角質一個保濕是一個很棒的組合 然後動膜呢我也是非常的愛這樣 所以今天用的東西呢 都不會是很高單價的那種專櫃產品或什麼 我自己其實一直以來專櫃保養跟彩妝呢 好像自從我離開百貨公司 沒有在百貨公司工作之後呢 我就比較少用專櫃的保養或彩妝 還是有機會會去買 但是比較會看就是開價就買得到 或者是網路推薦那種台灣MIT的品牌 加單尼爾我非常推薦 北尾23.5度簡單保養這幾個牌子 我都覺得是很棒的牌子 像Beefax前一陣子我試用過的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牌子呢 就大家都可以去看 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分享 你們很喜歡問我我覺得OK 我把我知道的都會跟你們分享 但如果你問不到我的話 其實上網Google一下他們的每個產品 大家的分享素人分享啊 一般業配什麼分享 大家都可以去參考好不好 好啦 保養之後呢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我臉上呢 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外面其實算是陰天沒有很亮 可是我的臉是蠻亮的 OK 就是蠻開心的啊 目前我的皮膚狀況是我還蠻滿意的 所以下個禮拜會跟你們分享 我用保拉甄學 我有實測15天的狀況這樣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一些卑微的分享啊 跟別的牌子的分享就是 忘了大家多多虔誠囉 什麼詭異的結尾 好啦今天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話可以去 Instagram或Facebook 翻為Fallpart找我玩 然後Instagram現在正在進行一個就是 阿咪咪唇膏抽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阿咪咪那個其實他們沒有要求我啊 拍任何影片什麼的 可是那一天試色的時候就覺得 欸拍個影片好像蠻好玩 所以就自己拍了這樣 希望大家趕快去看一下 掰掰